老菜心弱 昏味十足 对啊 那你买的东西买了没有 他要买了 铜骨 千叶豆腐 鲜鱿鱼 铮 还有最重要的干筋蒸 最近强哥办事还是比较靠谱 今天我们用这些食材 教大家做一张非常好喝的炭嘴豆腐 铜骨砍链 老伴花洗干净 说起这个炭嘴豆腐 过去几乎每家店都有做 搞得大家都吃力了 冷水一起下锅 焯水 锅入水烧热时加入葱姜料酒汁 继续炒五分钟 要捞起来 用温水洗干净 将洗好的铜骨放入锅压锅 盖上盖子 上去压十分钟 最近的葱比较好了 我们只取葱肉 老葱的汁不要倒掉 这个我懂 用葱汤的就不要加什么味道 是的 这个葱汤非常鲜 捞葱的时候加入葱姜料酒汁 炒到葱全部打开就可以了 取出葱肉 刮入切好的豆腐 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炒锅烧热 倒油 然后把葱姜煸香 加入火腿继续煸香 加入料酒 加入刚才捞葱的汁 加入包好的铜骨和汤 炸点糖花提鲜 加入洗好的干净蒸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早中火 切薄10分钟 水烧开 把煎过豆腐 捞一下去掉油脂 要把捞好的豆腐给放进去 加点盐调味 再薄5分钟 锅中水烧开 先加入葱姜料酒汁 换入切好的鱿鱼 然后换入葱 快速了 过水锅一下就可以了 直接换入砂锅 撒入胡椒粉 盖上盖子 再薄2分钟 出锅前 撒3分钟 来喝汤 来喝汤